今天来看到台北捷运今天是举办了庆祝20周年活动 不过捷运票价宁定在下半年要取消悠游卡的八者优惠 对此到场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是误会 强调是为了要调整 未来还将会推实名制 还说为了让北捷增加业外收入 还曾经讨论过 是否要让北捷来卖食物来米平亏损 庆祝北捷同车满20周年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场共享盛举 不过才开心过完生日 17年从未调整票价的台北捷运 却拟定下半年回复原价 悠游卡取消八折优惠 等于单趟原本16元变成20元变相涨价 目前可能会改成其他 就是可能像骑机车啊 或者其他通勤方式 其实我们那个就误会 我们当时不是说八折取消 就是说我们要把过去那种不实的做法 以前要先定价20块 然后再打八折 那我说那干脆就定价16块就好了 所以我们将来这个叫实字 实名字 就是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就怕引起通勤族不满 赶紧澄清 因为台北捷运 因为运量不足 连年亏损 2014年就赔了8.6亿 平均年赔5.9亿 但怎么帮北捷增加额外收入 雅筑票价 柯文哲突发奇想 考虑让北捷干脆买吃的来赚钱 卖吃是最好赚的 所以这个马上就被拿出来讨论 其实我们就很犹豫了 不过目前是还没有打算要开放吃东西的 我虽然很想赚那个钱 但是想一想 哇这整个捷运好不容易 这是发玩世界的骄傲 未来也考虑开放物流业进场北捷 想尽办法就是要让北捷商业营运极大化 就连人事也考量在内 那目前这个我们有台北市的工程 捷运工程局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 还有桃园市的 还有台中的 还有高雄的 我不认为台湾需要那么多捷运工程局 这个是我当时有跟小英谈过 这个会列入我们跟新政府 一个很重要的要谈判的一个题目 我想一个月内台北市政府会召开首度论坛 就在讨论捷运工程局跟捷运公司的整个问题 把筹码先准备好 柯文哲许事待发 毕竟堪称台北市招牌的台北捷运 总过20年挺过天灾人祸 要怎么继续擦亮这招牌 翻转亏损困境 柯文哲可不敢掉以轻心 欢迎讯论住家宋 吕佳恒台北报导